缺点就是我们这个物料啊 下出料的物料啊 一定不要说是那个太多 我们这个一般是不愁过 十分你洗一次 它有两种 一种是全是动的 我们再一个就是全是动的 有些客户就是说 我们那个或者是震动了 或者是后面比较贵一点 风干嘛 它就配一个这个脱油机 就是下出料的 这些我们那个油炸机 就是打来在上面 然后它是分批车 或者是到几公斤 然后这个时间段几分钟之后 然后它自动打开之后 然后拖完之后 我们有提供机提供之后 然后它第二个品质再开始 所以再一个吧 它这个你像是薯片啦 香蕉片啦 这些含油量比较高的 它比较适合用这种物料 你不会容易碎吗 不碎啊 这个可能是 它紧贴了不动 你想象的 可能是跟这个CG它不一样 这个东西有个离心店嘛 那个上出料和这个下出料 是和物料一样 上出料那就是 那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霸着档的 针对于霸着档的 但是CG效果的话 上出料的效果要比下出料的好一点 另外它成本方面省个提供机吗 它不是 它也是省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来的比较文艺性比较好一点 上出料的话 我们这个一次可以带二十分 但是下出料的话 它这个有个限制 就是我不能超过四分 它不是一样的吗 它不一样 它不是带不到 如果你是太多的话 它就是对于吸睛的原理吧 它会自己弄 它那个圆锥的一样 它那个圆锥的一样 对 到圆锥一下 这一种的话 拿后期也就给了 也不是这种样式的 我们这个 就包括这个外部啊 我们直接用个成熟的 直接做一个成熟的 那样文艺性比较够 这个东西咱以后 如果可以回来去建议 那个管道和发门都不得 因为上次我那个客户 专门又让我给他借 一套过去 他说还是用不着 还是用不着